在大年三十那天晚上 刚好那天晚上我们还在吃年级饭 然后来一条信息 我看一看是那个2024 然后巴主委 澳洲委发来嘛 因为都是英文 我赶紧就是翻译一下 然后一看他写的恭喜渝帅 然后中签那个什么奥运会 哎特别激动当时 这个是一个就是马拉松项目吧 然后他这个是巴黎澳洲委 他是历史上首次就是设置 也许就是大众选手可以参与 他他那个积分是这样的 就是你跑步游泳走路 骑车这些都算 我每天锻炼的时间 基本上都在两个小时左右 甚至以上吧 反正首先就是跑 跑是正常的话就是跑嘛 肯定就是得达到一个量 就是10公里啊 15公里啊 20公里这样的 最终累得到10万分 通通过终点那时候 然后还特别有成就感 然后我就没想到 我一个普通人居然能跑完全程 开始的话 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通过努力 我居然完成了 我觉得特别找到了自信 我觉得对我来说 输赢不重要 爱拼才会赢吗 还有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 其实跟跑马上都是一样 就只要坚持一下 坚持下去 肯定会更好 我就是希望能够更加努力奔跑 希望能够去 橄榄更多的人吧 您好 您的快递到了 您好 写的彭领手里吧 这个啊 好嘞 谢谢啊 还有 这儿 这儿 我 有 恶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 旺京这个爬楼梯的比赛 平时给客户送快递 需要经常爬楼 积累的体能 没想到这时候还派上用场了 我刚访码中的年龄 也都是很多 在运动员都是已经推的年龄 在我看来 我觉得两小时40分 这个水平 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的 我通过不断的 就是坚持训练 坚持 然后最后 不知不觉的离目标越来越近 离国家运动员越来近 而且不知不觉的 我超越过去了 还超过了好多 这就让我觉得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只要你 就是坚持保持在 就是坚持无方计价 知道通知是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 准备年夜饭的 还没开饭 准备年夜饭的 然后一翻译 我的名字在上面 然后那特别特别激动 跟家里人一说 父母 然后也是从老家 然后来到北京 我们一起过年 然后就特别特别开心 我跟马拉松集园 其实还要非常感谢公司 那是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京东物流 是北京马拉松的物流弹注商 有一些名额 给到一线小隔跑团参加 干活比较麻利 然后生活比较快 然后领导就看我不错 然后就让我去参加 第一次然后 跑到三十几公里的时候 那时候特别累 以前没有过那种感觉 就这么难受 真的是要压 先到了终点 通过终点 就是跑了比赛那时候 那时候真的就是 特别有成就感 就是让我们找到了自信 然后慢慢的就 后来一次偶尔跑了几次 就慢慢喜欢上的这场景 就是后来也加入他们 他们那个就是跑步屯嘛 这些人都是特别 一极乐观向上的 这么些人 在一个我就挺喜欢 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那种感觉 就比如说我这次跑十中岭 用了一小时 然后下次我可能就快了 一秒到两秒 我都感觉又见证了 更好的自己 我有好几次 好几次比赛 都是在最后 最后一两公里的时候 然后超过对手 而且那对手 有的可能都是我 我之前我可能 我根本就跑步的选手 但是我最后 要坚持到最后 我对他能超过他 我觉得都是坚持 不放弃这种精神法 工作的时候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续练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我都是就是比如说 像我们这个本身也是体力活 像卸货呀 还有给客户爬楼机送货呀 都可以当做一些 辅助的那样续练吧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为了更好的续练 我才在两个腿上 那个是我启文老师教我的 我在两个腿上绑了沙带松 拐地绑了强行两年的时间 所以提升也挺好的 我最好成绩是那个2020年南京马拉松 跑出了两小时25分55秒 第一次是4小时23分43秒 反正不算怎么太好 中规中几吧 但之前就是没跑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跑步在我们班级地方还算是挺厉害的 基本上好多站项我都拿第一 巴黎奥运会这个大众主的比赛 他的就是根据澳主委的相关的信息 就是说他这个是不设置那个名次讲 主要寓意就是号召全民参与 全民大众 全民奥运这种性子的 不让自己留遗憾 尽自己这大努力去跑就好 好